高启强看着躺在龙榻上的太叔,眼神镇静,若有所思 程程再三强调太叔的决定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高启强耐心的听完,微微一笑,诚恳的恭喜程程,叮嘱太叔养好身体 高启强前脚刚走,太叔呼的坐起来,接着凉血压 老莫在鱼摊干着活,小虎来了 老莫以为小虎是来取摊位租金 看着小虎吞吞吐吐,听说是老板让来看看老莫 立刻明白高启强是怕自己因为莽村的事情愤然出手 所以请了小虎看着自己 老莫点透了这点,给女儿打了电话,让闺女自己弄晚饭吃 就这样和小虎一直耗下去 茶是一杯一杯的喝,尿却不让撒一泡 小虎可真是倒了眉 而高启强则抠了手机电池,在家陪孩子练起了钢琴 哄起了老婆,甚至在陈淑婷的安排下上起了英文思教课 直到高小生接到了小虎电话亲自去找高启强 开车路上更是直言对陈淑婷的意见 到了于他而旁人知趣的离开 高启强向老莫解释,不想让老莫这次进入莽村的事情 自己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安排与筹划 正赶上这两天小生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 上后地的治安又不好,请老莫帮忙这趟照看小生 离开时拿出一颗棒棒糖给了老莫 临走老莫拿出装着租金的信封被高启强拒绝 但是在老莫的心中,免掉的租金并不如手中这颗棒棒糖 更能令男人暖心 孟玉的文章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再加上李鸿伟整天弄一帮人到公安局喊话 常务副局长面对于情 暂时卸了安心专案组长的职 面对安心一百个不乐意 郭局长安排安心去找孟玉找办法降低舆论的影响 这和新专案组组长张彪的想法完全一致 张彪的目标更明确 就是看是否能够通过孟玉找到造谣的始作俑者 但是多次拨打孟玉的电话都被冷冰冰的拒绝 左思又想琢磨出个招来 当晚孟局长和女儿吃饭 办命令办安排第二天七点半让女儿陪自己去爬山 孟玉面对严厉的老爹没得推辞 可是第二天两人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孟局长接到了个紧急电话需要折返 命令孟玉到半山腰亭子给自己拍照打卡 孟玉接着爬山 孟局长扭头瞅着继续上山的女儿 眼中露出了笑意 等孟玉到了亭子比划着打卡 却发现照片中出了一个狗皮膏药安心 终于堵到孟玉了 安心死缠烂打后脸皮的功夫显示出了威力 很快孟玉把满肚子的血伙都发了出来 耍着小脾气生着个小气 两人重归于好 孟玉一直惦记着安心被人肉搜索这个事 安心解释 网警已经顺着IP地址追到了发帖人就在网村 但是再往下追查的难度很大 没想到孟玉竟然知道这个人就是李鸿伟 原来他在网村实际调查时偶遇了李鸿伟 当然所谓的偶遇并不偶然 李鸿伟看着村子里来了这么漂亮的记者 主动踪了上来 孟玉因为采风 还与李鸿伟也加了QQ号 视频聊过天 有了这个目标 孟玉心甘情愿的做起了安心的线人 与李鸿伟网上聊天更加频繁 聊来聊去 对方提出约吃约喝 甚至约吸毒 安心这一看有了机会 去找基督大队长杨健 提醒一起协查围堵李鸿伟 杨健一听 又是酒吧喝酒 又是美女现任 又是协查谋杀绑架案子 很痛快的安排行动 行动当晚 由宋玉做伪装去酒吧右供 杨健经验丰富 给了宋玉多枚片做伪装 这多枚片的外形 与市面上流行的彩色麻骨 也就是冰毒的一种 基本一致 在灰暗的灯光下 基本分辨不出来 万一不得不吃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余目混住 安心面对宋玉行动 紧张得不得了 李鸿伟也是惊虫上道 网上撩骚了这么久的大美女 终于来喝酒了 那必须气势磅礴 应有尽有 带着自己的所有小弟 一起与宋玉喝酒 小弟们更是口中大喊 嫂子嫂子 酒喝得憨了 服务员的毒品也递了过来 宋玉机灵的余目混珠 专要了颗红色麻骨 顺手换掉一口吃下 也发出了嫉妒行动的信号 此时安心在车里紧张得不得了 口中念念有词 就怕出事没法向老领导交代 杨健听着安心念叨 才知道这个县人是当年公安局长 现在已经是孟局长的女儿 收到了宋玉发出的信号 基督组一拥而入 面对李鸿伟也做足了戏 抓了一群人进了局子开始审讯 李鸿伟被抓的消息走漏得很快 郭局长很快就接到了大领导关切的问候电话 郭局电话里毕恭毕敬 解释这次抓人是毒品案 性质严重 电话那头的领导要了解禁毒打对的审讯情况 郭局长让领导稍等 站起身来唱了个戏 这对付领导的法子使得炉火纯情 审讯工作很顺利 李鸿伟刚开始很嚣张 还调戏着安心 面对杨健的审讯 但很快就嚣张不起来了 杨健这次做了一个大套 先审讯李鸿伟的马仔小弟们 这些王不独子为了自保 很快就顺着杨健的审讯 招供毒品是李鸿伟提供 杨健更绝 把酒吧里女性免费喝男性AA300块的酒钱 都扣到了买毒品的头上 关键还获得了马仔们的一致口供 看着李鸿伟要找律师 准备把李鸿伟扔到看守所里面走程序 扭头摔门走了 这个帽子扣得够大 李鸿伟也知道贩毒的罪名 少则十年多则无期甚至死刑 整个慌了 安心也面不改策的拉扯 刻意指出了戴罪立功的方向 其实李鸿伟说与不说 因为吸食毒品被抓 都足够理想申请搜查令 对李鸿伟住所展开搜查 很快在一块吸抹灰痕迹的墙里 找到了一个精心保护的包裹 打开包裹里面 正是那块丢失的硬盘 通过硬盘里的内容 锁定了与傻青熟食的 张大庆与张小庆兄弟 而李有田父子 则把自己宅得很干净 李鸿伟称 案发前一天 张大庆是借了村委会的 面包车钥匙进城 案发后怕收到牵连 自己把面包车卖了 李有田说 绑架第二天 张大庆向村委会借了笔钱 去外地学习管理度假团的经验 目前下落不明 局长下令立刻发布 对张大庆张小庆的协查函 各检查站也加大了检查力度 很快例行检查时 在一辆建工集团的运输车上 发现了一具男尸 经初步查验 人是被勒死的 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 正是绑架案逃逆 两人之一的弟弟张小庆 这就显得高启强的作案嫌疑很大 监控组的小五次是加急汇报 监控到了高启强 订了去香港的机票 刚刚找到了录像带 高启强就要出境 在公安眼里显然是有异象逃逆 立即通报各单位进行围堵 而高启强遇到警察围追堵截 更与警察做起了逃跑游戏 面对安心逼停 装着听不清楚就是不停 直到截停路障面前 才最终刹车 眼睁睁的错过了去香港的航班 安心办案周密 安排的团队监控到陈淑婷母子 竟上了前一班飞香港的航班 两人也被请下了飞机 请回警局 并临时限制母女出境 安心急审高启强 丝毫没有收获 意外的收到了一件匿名快递 其中是一张CD 播放之后 竟然是高启强在绑架案后 在车上叮嘱儿子撒谎的录音 安心此时意识到 有一股力量急于要对付高启强 想着发的送高启强到警察手里 这时候判断 高启强一家急于离开京海 根本不是躲警察 而是躲避来自对头的挑战 安心有了CD的录音作为证据 再审高启强 对录音不得不承认 自己曾安排人去村里 找寻绑架儿子的共犯 的确打断了几个鼻梁骨 掰折了几个手指头 但是没有问到 绑架有关人的任何信息 高启强此时也搞明白了 安心围猎自己的目标 是把自己当成了杀人嫌疑人 更知道安心收到了 自己与孩子的隐私对话录音 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被围猎的对象 此时的理想 同时带队搜查高启强的住所 发现了院门轻微的撬索痕迹 并在管道井里发现一段绳索 经过化验 在绳索上发现了 与死者张大庆一致的DNA 这种明显的栽赃 并没有起到作用 高启强口口声声称自己被陷害 急不配合的写下了 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员名单 随后在拘留所里面睡起了大觉 不久理想就找回来了 高启强提供的名单 写的都是建工集团的部门主任 面对理想扯东扯西 理想也拿出了绝活 把高启强靠到了大门口的楼梯上 这高度是做也不是站着更难受 关键是陈淑婷这会儿 要来给高启强送生活用品 高启强不想让陈淑婷 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而担惊受怕 但是理想就是故意要这么做 洋洋得意的晃着名单 刺激着高启强 高启强这可急了 冲着楼上大喊安心 安心被呼喊声吸引 一看这支队长 怎么当着众人的面 搞这种事情 就要放开高启强 险些与理想打了起来 但也终于拿到了手铐的钥匙 在陈淑婷进门之前解开了手铐 高启强在调侃中感谢安心 理想从高启强这里没拿到嫌疑人 没好气的询问扭头出来的安心 安心凭借对建功集团多年深入调查 提出最大的嫌疑人 也是高启强的竞争对手 就是泰叔的助理成城 感谢观看